中国八医疗专家莱玛抗疫 欢迎收看4月17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本集由日本下量第一化妆水哈德姆吉赞助播出 行动管制令呢来到了第31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浙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洛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69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251人 新增2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86人 不过也有201人出院 累计出院达2967人 今天的出院人数远远超过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洛西山虽然每天为了抗疫忙得不可开交 但他依然抽出宝贵的时间 亲自回复一名9岁女童的信函 感谢女童亲笔写信给他 并鼓励女童努力求学 以后轮到女童协助国家 最后还署名 你的新朋友西山医生 展现他温暖的一面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 为国人捎来好消息 中国政府特派的8名医疗专家 将在本周六抵达我国 分享中国成功抗疫的经验 有趣的是 可能为了能够适应马来西亚华人的口音 这些医疗专家全都来自广东 接下来是商业资讯 日本销量第一 艺人化妆水 健康又保湿 艺人的营养价值很高 被誉为世界河本科植物之王 具有清热排毒 增强免疫力等功效 对于肌肤更有保湿美白的作用 行动管制令期间 就让我们好好保养肌肤 MCO后亮丽登场 它的MUGI艺人化妆水 是日本销量第一的化妆水 融合Cosme大赏冠军 具有五大功效 第一 提亮肤色 让肌肤自然透亮 第二 细致毛孔 有助肌肤细胞生成透明至酸 第三 补水保湿 渗透肌肤 充分补水 第四 晒后修复 修复晒后灼热 第五 调理补给 改善肌肤 干燥暗黄 它的MUGI艺人化妆水 主要由天然植物成分组成 无添加色素 无香料 任何复制都非常适用 预知更多详情 欢迎扫描二维码 感谢日本销量第一的 HATOMUGI艺人化妆水 赞助本期的新闻最正点 让我们有能力 继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 交给国际组主播 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导国际新闻 美国18年来 首个三月无枪计案 根据CBS报导 美国从2002年开始 每年的三月都有发生校园枪击案 在疫情爆发后 美国很多个州属都在三月中陆续停课 在这个措施被实行过后 却造就了当地18年来 第一个没有发生过校园枪击案的三月 欧洲城市空气污染 减少约一半 欧洲各国在实行着严格的封锁措施 许多的工商业活动都停了下来 而这个举动意外的让欧洲的大气污染减少了很多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 一些城市的二氧化碳浓度减少了45%至50% 买iPhone SE能协助抗疫 苹果在15号发布了新的iPhone SE 如果消费者在官方网站上购买红色款色的话 苹果会把部分的收入捐给全球新冠病毒救助基金 这个活动会维持到9月30号 目前为止呢 像是Facebook Google Apple Microsoft 或者是阿里巴巴等的企业 都在动用着非常多的资金来帮助抗疫 他们这样的举动呢 不只是在造福社会 他们其实也在为企业树立着一个典范 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他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给毕业 谢谢 最近全球各地都一直传出空气污染指数下降的新闻 恒河水可以喝了 动物在晒日光雨 羊儿在马路趴趴走 虽然我们被关在家里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心里有点难受 但是一想到少出门 可以让这个空气变清新 可以让动物出来走动 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明燕 祝你平安 健康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就是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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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是我